越來越多人都喜歡包車 玩萬谷周邊的北壁虎 這裡以大自然美景聞名 除了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飄浮酒店 在北壁虎還有大大小小的國家公園和歷史古蹟 都幾出名的 如果沒來過的都很值得來看看 除了這些例派觀光景點之外 這幾年北壁虎都多了很多打卡餐廳 好像這間主打自然風光 配靠寺廟秘道田包圍 真是好美 食客可以在木橋上盡情打卡 不過這裡的餐飲選擇不算多 如果包車玩 順路都值得來這個景拍照 至於另一間推介的打卡餐廳 有五個穀倉型的玻璃屋組成 落地玻璃的設計加上乾花裝飾 每個位都很有文藝氣色 在cafe外面更加有個私人大草坯 吃完可以出來散步拍照 更難得的是這裡的菜式 甜品都很有水準 這裡用的蝦蜜瓜 更加是由自家農場直送 如果不想吃甜品 想吃一頓泰國菜 cafe旁邊也有同一集團經營的泰菜餐廳 以後去不迫玩 沿路都可以有得醫下兔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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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都可以有淹路 沿路? 好